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她还会要求模特儿先定做好几套衣服 直到满意她才肯作画 而李美树的女人画作当中 可以作为研究战前战后台湾妇女流行服饰的最佳素材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服女性画作背后动人的小故事 生前投入全部心力 仔细重建三峡祖师庙的台湾国宝画家李美树 一生留下许多动人的画作 不过她数量丰富 而又极其细腻的诸多女像画 还是最受谈论的话题 三峡李美树纪念馆里面 收藏了大师生前的许多巨作 其中女体画作浓郁的柔情命意 特别值得细细品味 因为每个画中模特儿 其实都跟大师有着一段俊勇的故事 早伯人的贴室是在他贴材质水 他的皮肤紧水 他去共调说早伯人最漂亮就是这支石子 这支枕头 因为那些修学家这支枕头 所表演出来的就是最漂亮 这支枕头里面 如果这支枕头没得越出来越清水 这枕头就不是 所以 李美树纪念馆里面的女像画 可以顺着年代先后 探讨每件创作的背后传奇 日日时期1934年 李美树刚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返台 隔年1935年 根据亲手拍摄的照片 画成一幅小妻之女 李美树喜欢对着照片画画的习惯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 成为他耳后作画的基调 它是用我们岛的后院 后面会成为默念印象派外的违反 所以做到顶礼的顶头 后面有一个支柱 有很多三条在车的方案 甚至它运用参钩 饭骨和雷诺的名画 放在两国的顶头 从车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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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从头前中间后面都在车到车 小妻之女不但悠游西洋美术空间 还展现了当时附加千金的生活作息 当时引起广大好评 获得第九届台展特选第一席 而且受班台湾总督奖 隔了两年到了1937年 这一年日本展开清华战争 先是7月发生七七事变 接着就是8月的上海保卫战 这一年李梅树画了戏弄火鸡的小孩 入画人物是李梅树的一家人 有他夫人和几个孩子 全家都戴着战斗帽 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 正反映了全国动员的盛战 人家有任何学会在那种小孩 女孩从小孩看好多的情形表演出来 还与我妈妈有感情感到他 很关心男孩和好多的情形 在这一年可以表演的一种亲情的表演 另外一段就是 他认为他们的採取 和高跟伟大系统 同样的后期印象 都可以一大一大一大 一片一片的作法 战争到了中期的1940年 李美树推出花与女 这张花房女工的画作 成功入选最高等级的 日本天皇挂名举办的 国家级新闻展美术展览 并且获得纪元2600年奉助奖 他安排这个职业和冲地 经历所有花的事情 背景用澳洲用的白色的表演 用绿色的配红色的衣服 我当地的头门 他的手、冲花 开始加剑和整套的表演 他很早就注意到 朝鲁人的贴材里面 这个政策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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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日本战败 台湾被南京政府接收 虽然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变 可是隔年1948年 李美树推出了黄昏 李美树透过西洋名画的形式语法 彰显台湾农家的勤劳朴实 浓浓的香愁 深深感动了观众的心 在这里人文都自己的女儿 我三个人在这里 就是这里最小的 就是他在那时给他 那时这些十... 十六个的时候 在白破座位 人们都要坐着着站在那里 昨天好像黄昏时的气氛 在我们队里面那些 以前都在那里 修行的时候 做一些菜很丁丁 那种气氛都会表演出来 黄昏画中的三女儿李立玉 六年后1954年文定之前 又被父亲画成平兰少女 两张图两种情境 惊喜对照更绝有趣 1950年 李梅树画成的露台 展现阳台上 两位女子的悠闲自在 其实画中两个女子 取样却是同一个人 她的三标准 她的政策 更在队中 她的政策的标准很漂亮 她还特别配合 她有两个在家庭 这些在家庭 三个这些鸟 让她整个搬起来 所以这些鸟里面 有两个老人 坐在那里 站在那里 再配合这些鸟 这些鸟好像 整个显华华 整个搬起来的感觉 这些露台的表演 非常特别 1953年 李梅树画成春风 画中少女 与北美馆收藏的白衣小姐 正是同一位 三峡农会的女职员 这些鸟里的显华 表演很轻的绿色的背景 和她的红衣 相对比 所以这些鸟里的标准 非常可爱 真像我们 杜树看得到的 台湾十五人 另外她脆去标写的家 让人去枕头 枕头枕头枕 放在棉面的旁边和胸部里面 这些枕头的表演 非常巧妙 所以整天都表演出来 说是 一些气氛 正经春风的表演 1975年 李梅树七十四岁那年 完成了屋顶花园 当时赤子李锦光自美归国 带了衣料送给妻子的陈淑慧 李梅树觉得花色美丽 决定把它画下来 屋顶花园的美女就是二媳妇陈淑慧 她的背景 整个玻璃和我们 那时候当时的时间 触定屋顶花园的方法 她的衣服是非常特别的 非常压力 那些花园有 配合到旁边的花园 所以她的手 跟她的表情 跟她的背景的气温 都表演得非常好 同样是1975年 李梅树又画了一家和乐的晚餐后 写实记录了几位女眷 饭后的温馨交谈 开港里面的人物 现在出演在这里 就是第三个妻子 比喻 和我们太太十位在这里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和 大家注意一下 包括这是三十五年前的这种 1979年 李梅树到三峡五辽西写生 三媳妇吴秀文担任模特儿 薄纱印花洋妆亮丽耀眼 不但光线穿梭造成美感 石块与流水的处理 也掌握得极其完美 到三峡逛老街尝美食 千万记得要到李梅树纪念馆走走 看看画 听听李家后代对父亲的回忆 肯定能够感受到 许多无法言喻的亲情 就是个人的回忆 还是挺有的 是 一村的回忆 一村的回忆 我们也想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